大家好,我是爱鱼言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破碎之海3 宝箱143,优乐片段242 原神一条龙4.8版本,西木兰卡一条龙全收集 好,那我们这一批来到破碎之海 中间这个锚点啊 好,到这里之后往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下角 这边我们跳下来 这里有一个积木小人来推他一下 那这边会出现一个摩拉堆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走过来把这个 这个颜色灰色这个给大家挪过来 然后这边的黄色的捡到这里 再走过来 走过来我们回头看 回头看在这里有一个 灰色的灰色的捡起来 放到 放到这里 好,接下来是上面掉的这个蓝色的 蓝色的给它放到蓝色的地方 这样会出现一个金字宝箱开启它 拿完了这个金字宝箱之后 那我们在西方向地图左边上面这一层 上面这一层乘坐会边这里爬 爬上去 上面这一层这里有一个 我帮你拍拍 来,撕这个水位力 好,这边出现一个普通宝箱开启它 拿到这里保安之后往西北方向地图左边角这边走 这边走到前方这两个挖矿的这两个小人这里 然后把旁边的炸药捡起来 北方向丢上方 这边把墙上的 金字宝给它炸一下 好,继续 好,再继续捡 再炸一次 好的 那这边出现通道 我们从这里进去 里面有一个普通宝箱 拿到这个普通宝箱 然后我们再出来 偶尊的现实 好,出来之后在我们的右手的 这个东方向地图里边 直接往上爬 沿着楼梯往上爬 好,那爬到 爬到没有楼梯为止 再往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往上爬 继续往上爬 好,这里有个挑战BG 在挑战的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还有一个解密 好,那这个解密的话 我们看到 我们站在这个小人这里 他旁边这个啊 我们跟着 跟着他旁边这个形状 形状给他弄出来就显啊 用不着 用不着再以颜色啊 跟着这个形状弄出来就显 好的,那现在我们拿到这个普通宝箱 拿到这个宝箱之后 把这个挑战做一下旁边的挑战 好,这里我们再来吃这个水威力 好,右手边 好的,继续吃水威力 好的,水威力吃完之后 拿到这个精致的宝箱 宝箱 拿完了这个宝箱 在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有一波QQ人 把这波QQ人清掉 好,那我们清完QQ人之后 西北方向地图左半角 这边出现一个普通宝箱 拿到这个普通宝箱 拿完这个宝箱之后 往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边走两步 然后从这里往来跳 再把蛇脚转到东南方向地图右下角 这边这里有两个火把 那我们站在火把中间 站在火把中间 然后往我们的东方向地图边 这个积木捡起来 放到这上面 回头 这边那个积木捡起来放上去 然后火元素角色啊 火元素角色把这 把火把和积木全都点亮 对,然后拿到这一个普通宝箱 拿完这个普通宝箱 往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往上爬 好,那在右手边啊 右手边这里继续往爬啊 小地图上优乐片段的位置 来拿到这个优乐片段 拿到之后继续北方向 留上方这边飞过去 好,正前方 这边一个笼子啊 笼子旁边这个 这个球球就能清一下啊 包括这一只啊 三只 好,那我们清了块之后 来把这只的这个 把这个积木小人给它放出来 好,现在我们拿到这一个普通的宝箱 好,现在我们拿到这个宝箱之后 我们看到我们的西南方向地图左来角 那边那个 蹦蹦床 好,这里跑过去 跟着蹦蹦床 好,跳一下不行 好,要跳两下 第一个跳两下 然后来到第二个的位置 模线飞行 跟着模线飞行过去 好,然后继续沿着路走 走到这里 前方这个柱子捡起来 左手边 这里给它 装上啊 装上之后 这边我们使用模线飞行啊 模线飞行上来 好,上来之后 南方向地图下方啊 在路上有一个普通宝箱 拿到这一个普通的 普通宝箱 然后 正前方的这个蹦床跳起来 过来把摸点开一下 好,那开了摸点之后 往南方向地图下方这边 我们往下跳啊 往下跳 好,往下跳来到 这个模线飞行的位置 然后把视条转到 我们的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把这个 这东西给它拉出来啊 拉出来之后 过来也跳起来 然后在西北方向地图左转角 把这边这个空间进来 右拐 这里有一个普通宝箱 开启它 开启这个宝箱之后 我们打开地图 传送 传送到旁边那锚点 无声的现实 好,那传送过来之后 我们在正前方往前爬 往上爬 过来出发任务 好,那这边对话完之后 我们再 爬到这个树的顶部 爬到树的顶部啊 你们记得 按一下那个 任务追踪 悬挂 好的,那现在我们对话完之后 再和旁边这个帕尼尔对个话 好的,那现在我们再来把视角 转到我们的西方向地图左边 这里往前走 就小地图上 优乐片段的位置 过来拿一下这个优乐片段 好的,拿到这个优乐片段之后 我们再把视角转到东方向地图边啊 这边有个木质平台 背过来 好,来到木质平台这里 这边有这个风啊 我们顶着风过来 然后对个话啊 只要和它对个话之后 这个风就停了 再过来找它对话 好,那这里我们对话完之后 把这个风车捡起来啊 把这个花捡起来 捡起来之后 打开地图传送旁边这个锚点 好,然后再 跟着楼梯爬上来 北方向就上方过来 把这个花放在这里 好,那这里我们再 拿到这一个珍贵的宝箱 拿完了这个宝箱之后 我们打开地图 传送到破碎之海 正中间这个锚点 好,过来之后 往北方向地图上方 北方向地图上方 这边往前飞 这里往上爬 爬到最顶上啊 好,那一直走到前方悬崖边 走到前方悬崖边 然后低头 在我们的 正前方北方向就上方 这边这里有个平台 平台上有一个 限时挑战 好,过来做一下这个限时挑战 好的,挑战完成 来拿到这一个精致的宝箱 拿完这个精致宝箱之后 我们再往我们的北方向球上方啊 这边跟着这个蹦蹦床 往对面走 跟着蹦蹦床往对面走 好,过来先开一下锚点 好,开了锚点之后 在我们的北方向球上方啊 这边有三个星星 过来摸一下 三个星星都摸一下 然后我们先跟着西方向 左右左边这边这个星星走 好,这里我们点击温和的雕像啊 稍微对个话 然后再继续跟着它过来 好,这里拿到这个普通宝箱 然后这里往东方向地图一边 这边往回走 东方向地图一边 这里回来 这里第二个星星摸一下 好,摸一下之后 我们先过来 使雕像者猎来对个话 好的 然后我们再回头 西北方向地图左方角 继续过来跟着星星走 魔线飞行 好,这边 跟着它过来 拿到这个珍贵的宝箱 拿完键宝箱之后 再从旁边的这个魔线飞行飞回去 好,那回来往东方向地图右边 这边走到正中间 走到正中间 左手边 往上爬 往上走 过来 雕像这里 来 对个话 好的,那 我们对话完画之后 再往北方向 就双方去到雕像的背后 雕像背后 那个星星在 在雕像背后这里 摸一下这个星星 然后我们来到这个肩上等它 等待它 好,现在我们在这里点击观察 然后直接往下跳 打开 打开风之翼往下跳 这边就会自己变成一颗 呃,这个什么 变成光芒 追光的少年 再来摸一下你的星 这边就出现一个华丽宝箱 拿到这个华丽宝箱 那这里的话 放上发条 放上发条是今年的东西 这是一个彩蛋来的 好,这边拿到这个优乐片段 积木你也可以放一下 那这个船是去年可力座的那个船 这个雕像是前年的 前年的那个叫 菲谢尔的那个雕像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上前年的 上前年的东西 好,那这个就是一个彩蛋 我们现在再打开我们的地图 我们再来 再次来到婆水之海 中间这里锚点 好,来了之后 往东方向 地图右边 这里我们 从这里跳下去 跳下去 呃,低头啊 在我们的东南方向地图下角 这边这里 这个魔线飞行 这里啊 魔线飞行 飞行下去 然后把对面的这个 这个 呃,炸药捡起来 然后灰透 魔线飞行飞行回去 好,这边往上爬 爬上来 把这个炸药放在前方 这个什么东西上啊 那炸开 炸开之后 我们从这里爬进去 好,爬进来 我们站在 站在这把剑这里啊 先用力拔 就会出现几只怪啊 清一下 好,清完第一波 我们再回去 用力拔 是第二波啊 把这第二波怪清掉 好,第二波怪清掉啊 这边再来继续拔 用尽全力 这边第三波怪啊 清掉 好,那第三波怪清掉之后 在我们的西方向 在这柄剑的西方向地图左边啊 这边出现一个地鼠 来和它对个画 好,那这里和大家对好玩之后 出现一个华丽的宝箱 拿到这一个华丽宝箱 好,那拿到这个华丽宝箱之后 我们直接打开地图 传送到破碎之海上方的这个锚点 好,来了之后 我们先往东 好,现在先往我们的西北方向啊 西北方向地图左方角 这边这个雕像啊 这个雕像这里 好,过来 把这个道具塞着塞上去 好,完事以后 在正中间那个啊 东北方向地图左方角那个雕像 过来塞这边那个雕像 好的,那现在这个任务就完成了啊 那完成这个任务的话 呃,这边的宝箱也就拿完了啊 那最终 最终的优乐片段啊 最终的优乐片段应该是242个啊 242个,然后 宝箱的话应该是143个啊 143个 那 之前那个 之前这里面那个副本里面的四个宝箱 四个宝箱我暂时不知道 它会不会记录那个 呃,谬射的成就所啊 如果记的话 如果记录的话就是147啊 不记录就是143啊 这里你们自己去对一下 呃 现在的话 还有 还有一个 任务啊 还有一个任务要再次等到两天后 一个世界任务啊 再次等到两天后 也就是后天啊 才会出现啊 那我们 啊 总之 也就是 这个这个攻略视频的话是结束了 然后 任务的话 还缺一个啊 那就后天啊 就是后天再见啊 好 那就大家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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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